于千凡早上起来 没有看见丽瑾 脸色顿时一沉 夫人去哪了 夫人去医院了 刚走出去 电话就响起来 丽瑾 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 于千凡心跳逐渐加快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又大概过了半分钟 我是真没想到 我以后不叫你于千凡了吧 叫你于七天好了 七年压缩成七天了 于千凡 接下来十个月 我就是你的小祖宗了 明白吗 不止十个月 你一直都是我的小祖宗 你还在医院吗 我来接你 你过来吧 丽瑾坐在凳子上 拍了拍自己肚子 你倒是会找机会啊 这次你要是不过来 可能就真的要等七年之后了 得给你想个名字啊 没过多久 丽瑾就看见了 匆匆往这边跑的于千凡 于七天 来 百嫁回宫 报告单给我看看 丽瑾很快就将报告单放在了他手上 于千凡 仔仔细细地 确认了三遍 才收起单子 我挺喜欢这个孩子的 于千凡 你别讨厌这孩子 你 你是不是 不想要这个孩子 不是的 只是这个孩子 来得太早了 早到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啊 我会爱这个孩子的 孩子小明儿 我也想好了 大明到时候再说 小明儿就叫暴风雨 怎么样 这个孩子来得迅猛 突然 势如闪电 如暴风雨突袭 丽瑾觉得 再合适不过了 于千凡 暴风雨 就暴风雨吧 不要指望他 为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小脱油瓶 去反驳自家夫人 那是不可能的 丽瑾怀孕这个事情 很快就被一天恨不得打十个电话的张言给知道了 真的怀上了 那你和丽瑾现在必须赶紧给我回家 到时候我会回来的 张言很快就将心态调整过来 立刻就给陪家打了电话 当天丽瑾就享受到了什么叫做轮番的电话轰炸 丽瑾挂断电话之后 小豹仔 你看看你的影响力 这还没从肚子里出来呢 丽瑾小祖宗躺在躺椅上 舒服地晒着日光浴打瞌睡 刚睡着 丽瑾怀就将一个小毯子盖在立井肚子上